美国感恩节将至 纽约梅西百货大游行 准备作业如火如荼 总共会有32个大型气球登场 让民众相当的期待 而今年返乡人潮也在传高峰 26号单日就累计超过270万人次 通过机场安检 打破去年的记录 同时在遥远的国际太空站 也热情的分享感恩节大餐 烹的一身手指冲气完成 日本动漫七龙珠角色逐渐成型 工作人员用手掌压压气球 仔细确认冲气状态 美国感恩节即将登场 纽约梅西百货大游行 准备作业如火如荼 将开气冲入气球中 巨大的皮卡丘现身街头 另一旁的工作人员显得十分渺小 本届游行总计会有32个大型气球登场 民众吸加带卷到现场感受过节气氛 除了漫威主角蜘蛛人 现场也出现熟悉的电影角色 黄色小小兵右手拿着香蕉 睁大眼睛盯着路上行人 而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统计 今年感恩节人潮再创高峰 26号单日就累计超过270万人次 通过机场安检打破去年记录 就连狗狗都跟着主人一同返乡过节 返乡路上没有延误塞车 民众纷纷松了一口气 而距离地球400公里远的国际太空站 也不忘共襄胜举 数不清的料理包漂浮在无重力的船舱中 NASA太空人热情分享豪华大餐 跟家乡民众一同庆祝感恩节来临 确定此编译